大家好,夏天是桃子,上市到旺季 桃子腥味平和,富含各种维生素,果酸以及矿物质 吃着呢,果肉脆或柔软,都是香甜多汁 很多人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是看到外表红彤彤的就挑选回家啦 但是吃着还是脆身,没有甜味 这种很有可能就是果农为了让桃子提早上市 卖个好价钱而使用了激素催熟 这样的桃子不仅难吃 而且如果人体摄入激素到身体中也不健康 今天这个视频就来给大家分享挑选桃子的方法 桃子甜不甜?看一眼这里就知道 老果能的方法非常实用,一挑一个准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首先第一点,就要看桃子的颜色 我们人类都是感官动物 看到通体红通通的桃子觉得很好看 认为桃子红了就是熟啦,就这样挑选回家 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吗?像这样子通体都是红色的桃子 红的过分均匀 是因为使用了激素使得它统一催熟 所以颜色就呈现这样子的统一通红啦 那么自然成熟的桃子应该是像这样的 一面是红的,另外一面还有一些青色或者是说粉红色的 这是因为挂在树上的桃子正常生长的情况下 都会有一面是阴面,有一面是阳面 也就是说有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就会呈现这样的青色 受光照比较多的地方就是这样的红色 如果看到像这样,青色部分少,红色部分多 说明这个桃子受到的光照多 自然成熟以后呢,它的水分甜度也比较高 所以要优先选择像这样,颜色不均匀的桃子 第二,来看看桃子的这根线,也叫做桃钩 桃子的形状呢,它不是正规的圆形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水滴的形状 很多人说桃子的形状像屁股,虽然听起来有点搞笑 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形象的 通过仔细观察我们能够发现 桃钩有深有浅,甚至有的会像这样是平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挑选呢 一般来说,自然成熟的桃子这条桃钩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是像这样打了激素的桃子 它的整体形状看起来就比较圆润 这条桃钩就不会那么明显啦 有的桃子甚至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挑选桃子的时候 要选中间这条线,明显的桃子进行购买 这种桃子就是自然生长的,口感比较甜 第三,看桃钳的部分 像这个桃钳的部分是往下凹的 这个就称作为母桃子 像这个桃子,桃子尖是尖尖往上凸的 就是公桃子 公桃子的甜度、水分都比母桃子的要好吃 所以我们挑选的时候呢 就要优先挑选像这样子 桃子尖是往外突出的比较好吃 第四就是摸一摸桃子的硬度 感受一下桃子的软硬程度 像自然成熟的桃子软硬程度都是一样的 除非是不小心磕碰过的桃子 磕到的地方相对比较软一些 但是肉眼也能看出来是不是磕碰的 但是有些桃子摸上去呢 软硬的程度差距比较大 就比如说这边摸着是软软的 然后这边摸着又是比较硬的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桃子被打过激素 并且激素吸收的不均匀 导致它软硬程度不均 那么像这种桃子就不要购买啦 第五就是闻气味啦 闻是否是挑选食材的通用方法 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准切 但是作为参考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方法 新鲜的桃子气味清香而且浓郁 如果气味不明显或者是刺鼻 则有可能桃子要么没成熟 要么就是激素过多而隐盖了桃子的香味 再或者说桃子腐烂或者质变都会有不好的味道 所以这种桃子也是不建议购买的 以上就是挑选桃子的五个小技巧啦 总的来说我们要挑选颜色清中淡红或者是粉红 桃钩明显 按压起来软硬适中 桃间突出 闻着气味清香的公桃子 便是香甜多汁自然成熟的桃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看完是不是觉得很长知识呢 快转发分享出去帮助到更多不值得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